喜欢珠宝吗 有珠宝业者跟故宫合作 把国花里头的飞禽走兽呢 甚至是翠玉白菜都变成了时尚珠宝 别有一番风味 把故宫国宝戴在耳朵脖子上 又或是圈在手腕上 是何等的雍龙华贵 国立故宫国愿将珍藏的翠玉白菜 青花瓷玉碧宋慧宗的花鸟画 首次结合东方宝石翡翠制成首饰 在模特儿的身上闪耀着不凡的光芒 与故宫合作的这个翡翠的系列 预计明年一月就会在故宫跟大家见面 我们不会说全部的系列 或是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故宫贩售 那这个是需要经过一个筛选的 原本老被称作Mate in China的翠玉白菜礼品 故宫这次将文物授权给台湾珠宝商 制成首饰精品 其中让工匠最伤脑筋最耗时的 就是这一对花好月圆耳环 一个十字纹 比如说我可能是五分钟 那我要隐藏到十分钟 那这个打这个孔的时候 它才会慢慢 再来就是要水降温嘛 它才会比较容易破掉 如果说快速的话 它会产生温度 一个是钻石的硬度跟翡翠的硬度 两个撞击的时候会产生温度 温度一上升的话 它就会容易裂开来 花两个礼拜 失败四次才能造就的花好月圆 售价最贵要八万元 其他像是翠玉白菜项链 蜡梅行山涂的梅花 业者取文物的精髓 再创国宝新生命 中心新闻黄宝桶牙地 泰国导 请不吝点赞 咀嚣 真的搞错了吗 别人